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台湾一周观察 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新闻观察 今天特意是请来了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又平先生 郑教授好 学士好 好久没见 好久不见 郑教授就是说实在 这一次的选举到目前为止 除了这个造势场合 以及这个媒体之外 整体上感觉是比较冷清的 而双方的攻防策略到目前为止 说实在也乏散可乘了相当的不精彩 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民调一面倒的情况 你认为蔡英文是稳赢了吗 看起来这场选举确实是让大家觉得好像非常冷清 它冷清的原因最主要就很简单 没有政策的辩论了 那么蔡英文他跟韩国瑜之间 甚至于现在蔡英文一直避开来了 韩国瑜要求辩论的这件事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蔡英文认为说我现在领先你 而且我实上也事实上也拿不出什么政策的实质牛肉出来 所以干脆我就躲着你 那这个选举看这个样子 民调上的数字显示 各种民调蔡英文大概都领先百分之十几 甚至于有非常荒谬的绿营提出来的民调 说可以高到百分之二十几 将近百分之三十的领先程度 所以蔡英文当然他是直接的避开来跟韩国瑜正面政策议题上的交锋 我们必须讲蔡英文的这整个策略是很聪明的 也就是说他现在玩的就是情绪 他玩弄的就是一些文字的游戏 然后蔡英文拼命在所谓的抗中保台 捍卫台湾这一些议题上在做文章 那么他在诉求什么 第一巩固绿营独派还有青年选票 然后他开始往中间的浅蓝的中间选民去进军 这么在这样的一个策略之下呢 他大量的依赖网络的操作 你要知道这个网络上的操作呢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讲的后真相政治 或者后真相时代的媒体操作 人们在网络上基本上是同文成的 基本上人们都在问自己的感觉 自己过去所倾向的价值观 而不去探究事实真相 所以就变成说事实胜于雄辩 这一句话现在在网络的时代 好像不太适用了 台湾的网络时代变成什么 雄辩胜于事实啊 那么谎话说了一百遍 就好像变成真话一样 所以蔡英文他们现在玩的这个游戏 就在这个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然后大家要注意的是 他主要诉求是20到40岁的这个选民族群 而这群选民族群里面 尤其20到29岁的理想性极高 因为他们不必养家活口嘛 那么这些年轻人就很容易被操纵 他们的情绪 再加上台湾的教材 过去这些年来已经开始去中化 去中国化的教材 让这些年轻朋友对于大陆理解更少了 所以我们必须讲 看起来从网络声量上来讲 或者从民调数字来讲呢 似乎蔡英文这个胜算比较大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你到场子里面 到选举造势场合看 不会呀 其实韩国瑜的支持度好像很热情啊 非常的强啊 还有我必须说 庶民朋友对于韩国瑜的支持度 确实是比较高的 是 所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韩国瑜造势的场合都相当的热啊 但是民调去这么低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另外看到蔡英文民进党 她现在目前的整个这个选举策略啊 似乎也感觉到 她并不认为自己稳胜 是吧 你怎么看 最近啊 民进党开始在网络上打出来一个策略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尤其在大学校园里面 他们民进党的外围单位 还去跟某一些校园里面的学生组织啊 搞了一个叫民主专车 只要花一百一十元 这个台币 大概就是二十几块人民币 你就可以被专车送回家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搞民主专车呢 很简单 现在民进党非常担心 年轻朋友的投票率不高 今年台湾的各大学院校 放寒假的日子啊 特意提前 我们的期末考都被提前了 至少一个多礼拜 干嘛呢 他就是要抢在一月十号放假 然后一月十一号投票 可是现在年轻朋友觉得说 你不是民调不错吗 所以我不一定要我这一票啊 所以年轻朋友据了解 投票意愿好像不高 所以现在民进党有一点紧张了 因为对他来讲 他知道只有这种对立的情绪 有利他的选情 才能够动员青年人 愿意出来投票 所以投票率很重要 还有一个他避开来的辩论 另外我们也必须讲啊 他最近的执政团队 那些猪队友啊 还是做了很多很荒谬的事情 譬如说他的经济部门的 这个负责人之一 居然说 那个台商回流啊 投资啊 其实汇回来的钱是零 像这种都是猪队友 说明了蔡英文只是在玩文字游戏 那么另外 我们也注意到 台商对于蔡英文想要搞 这个中共代理人法 非常不以为然 台商跟台商的子弟 跟台商的亲戚朋友们 对于蔡英文政府这一种 绿色恐怖的作为 其实很不以为然 在台湾的这场选举里面 还有一个来自境外的因素 这什么因素呢 美国因素 我看蔡英文打这个亲美的这个战术呢 还真有点用 第一个 美国人想要利用台湾当做美国人的棋子 所以美国人对于这一次台湾的大选 是明白的介入 而且简直是到了不知羞耻 不知遮掩的程度 美国驻台的那个在台协会呢 甚至于在他的网页上呢 用各种的讯息 企图要补强蔡英文的声势 我们看得很明显 美国人在国会里面 搞些什么立法的这个法案通过啦 然后搞一点军售啦 然后呢 搞一些官员来台湾访问 这一些动作 无非就是要刻意塑造 美台关系好像是40年来最好的状况 表示她支持蔡英文 除此之外 蔡英文方面就是很刻意的 一方面清美 二方面她就在内部搞成一个 清美对清中的两股力量的对决 然后她刻意的去抹黑 这个韩国瑜的阵营 说韩国瑜跟美国人的关系不好 说韩国瑜不敢去访美 这通通都是因为美国人不喜欢韩国瑜 像这一类的做法呢 美国介入加上蔡英文炒作 美国对民进党的这个热爱 这种青睐 这一种假讯息 变成说在岛内 人们会有一种假象 以为 人们会误以为说 哎呀 是不是美国在支持蔡英文 所以我们必须讲 蔡英文现在自己心里没个谱 然后她看到柯文哲啦 郭台铭啦 好像这个第三势力哦 可以隐隐然的带动 大概百分之十左右的选票 这个力量 她也不敢忽视 所以您要说 蔡英文究竟现在心里面 有没有谱 她很有底气吗 我看是没有的 不过呢 从民调上看了 这个目前 韩国瑜还是明显的落后 所以也似乎看到了 韩国瑜似乎也有点焦虑 而不耐烦 所以她昨天是呼吁 她的支持者呢 接到民调的时候 统一说不知道 然后呢又改口了说 干脆就说 唯一支持蔡英文 但是呢 那么这种做法 到底是稳定军心的 妥了心态呢 还是像一些媒体所说的 置之死地而后生 而把这个所谓恐惧 留给对方呢 这个我们也只能是 后续继续地来观察了 今天感谢 这个郑教授 分享他的观察 也感谢观众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了